超好吃的芝士凤梨酥 入口即化也有香浓的芝士味 将牛油切小块室温软化 如影片上按压下去牛油是很柔软的 将牛油稍微的搅拌 将糖粉过筛 稍微的用手拌匀 这样在搅拌的时候糖不会溅出来 搅拌至稍微蓬松发白即可 将蛋黄一粒一粒慢慢的加入 每一次搅拌均匀再加入下一粒 将奶粉过筛 蛋黄粉过筛 芝士粉过筛 芝士粉内会有很多的颗粒若非常的大 可以使用在铺在表面上作为装饰 过筛好拌匀 可使用低筋面粉特优面粉 或饼干粉都可以 将它分几次过筛 半只没有看到面粉即可 也可戴上手套来搅拌 面团的状态看起来是湿湿 但摸起来不会粘手 一个面皮约12-13克 黄梨馅料9克 将面团搓圆用拇指压一个小洞 放入黄梨馅 尽量搓成圆形 盘上插上牛油或放上烤纸 搓成插上蛋黄叶 撒上芝士条和芝士粉 15分钟前预热好烤箱 上下火170度 焦烤20分钟 炒成的颜色若你要比较深 烘烤15分钟后再插上一次蛋黄 哈啰 今天我第一次尝试做这个芝士黄梨酥 哇 真好吃 真的很松软很松软 咬下去又有芝士的味道 打开烤炉芝士的味道也很好 这个颜色要烤到这样 我都是擦蛋黄比较多 擦两次 等于在烤的时候 要它的颜色美 就是在里面稍微闻一下 它的颜色会上得更加的黑 因为如果你烤到太黑 然后你烤到刚刚好 应该就很松软 哦 我们推荐这个师傅的真的好吃的赞 谢谢大家请关注嘛 关注呢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